中国上古十大神兽,凤凰第三麒麟第四,第一是他。 九,必方古代传说中的火神,只有一条腿,吞吃火焰。 传说皇帝聚集鬼神之时,乘坐着蛟龙牵引的战车,必方伺候在战车旁。 八,众鸣鸟摇晚年时候,知国尽献之物,能驱竹虎,豹,柴,狼,狼等猛兽。 这鸟十分眷恋自己的家乡,人们最后同意它自由往来。 七,吼声性凶猛,弓腰挺臀,威武轩昂,前腿直立,后腿左右分开蹲坐,昂首怒吼,有随时腾跃奋起之势,透着豪气和霸气。 六,蟹智体型大者如牛,小者如羊,类似麒麟,全身长着浓密有黑的毛,双目明亮有神,俗称独角兽,是勇猛,公正的相职。 五,陶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猛兽,传说是恶人滚死后产生的怨气所化,与饕腾,混沌,穷奇被称为中国上古四大凶兽。 四,麒麟,麒麟的头形象马,全身布满鳞甲,射鹿身,尾象龙尾状,代表祥瑞。 他是神仙的坐骑,乃走兽类动物之王。 三,凤凰凤凰是传说中的白鸟之王,雄卫凤,雌卫黄,用来象指祥瑞。 凤凰涅槃,浴火重生,五百年一次,重生后法力会增大一倍。 二,魁,又称魁牛,丹脚兽。 皇帝大战吃油时杀了一只魁牛,用皮做了八十面战骨,骨声震动天地,吃油冰下的神魂颠倒,四下逃散。 一,白泽坤轮山上的神兽,浑身雪白,能说人话,通万物之情,有圣人治理天下,才奉书而至。 是可逢凶化及的吉祥之兽。 感谢你的收看。 记得订阅及分享我的频道。 谢谢。 下部影片预告。 2017年全球十大拍卖公司最新排名,服役国际拍卖型。 整个权簿和即可行? 这种音乐一定更好。 bapt刷的后请 Keshe甜 alguna一个? verify课公司最新的魔法吗? 今天我们询 allowed espero一 flavour。